大家好,我是Dan PGKB在全世界都创下了非常高的人气 简单说明下这个节目的话 是由100名各个领域的选手们参加 透过各种体能比赛后 最终一位选手获胜的节目 而在最后一集 竞轮选手陈彦敏与混合健身选手五金养进行了决赛 而决赛项目是永无止境的拉绳子 两位选手都靠着惊人的意志力 调整着呼吸不停的拉绳子 而一开始本来是竞轮选手陈彦敏摇摇领险 但是到最后综合健身选手五金养发挥了惊人的毅力 最终获胜感动了所有观众们 但是在最后一集播放没多久 在韩国论团就有这样的谣言出现了 最后一场比赛因为设备问题 总决赛进行了三次 所以冠军才会变成了五金养 而因为争议变得越来越大 PGKB制作组在2月26号发出声明表示 进行很多次总决赛的谣言不是事实 在总决赛进行没多久就发生了音响问题 滑轮旋转的噪音进入到选手们的麦克风里 所以为了确认以及再听取两位选手的意见后 暂时终端后重新开始了而已 并没有颠覆已经结束的比赛结果 最重要的是暂停比赛重新比赛的时间 都是得到两位选手的同意后进行的 不要再毁损参赛者们的名誉了 然后在今天2月28号 PGKB的制作人在IG发文感谢了所有支持的观众们 然后最后表示 我们全力以赴的过去一年我一定会坚守的 用谎言可以变得很有名 但是绝对不能成为事实 应该就是针对了那些争议 但是在制作人上传这个IG没多久 一直以来对争议都没有做任何反应的竞云选手陈天秘 终于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而这个消息也登上了演艺西温的热搜一位 这几天一直都拒绝了媒体们的采访 为什么现在决定接受了呢 在引起争议 看到制作组发表立场文后 我有犹豫要不要公开我自己的立场 然后在28号上午 看到制作人在IG留言 我们全力以赴的过去一年 我一定会坚守的 用谎言可以变得很有名 但是绝对不能成为事实后 我决定要公开什么是谎言 什么是事实了 拉绳比赛一开始后 我们的差距就很大了 在观看比赛的哥哥们 也说大概相差了三倍多 但是在比赛过了一半之后 五金雄选手举手主张 因为机器问题声音太吵了 就这样制作组走了出来 制作组一开始说 机器没什么问题 可以继续比赛 但是因为五金雄选手的抗议 制作组就将设备的力度降低 也因为说很吵 所以在机器上涂了润滑油 就这样重开了比赛 然后眼看就要结束的时候 制作组又大喊后停止了比赛 并要求选手们先离开现场 但是我觉得不可以离开现场 但是制作组说 因为音响问题 这样继续拍的话就不能播放 只要我允许的话 就想要重新进行一次比赛 但是为了公平 会事先先帮我剪断一部分的绳子 五金雄选手同意了 我一直有说 我现在的力气都快用完了 真的不行 但是制作组说 可以给我休息时间 或者是明天再重新比赛也可以 你愿意的都会帮你做 因为当时几百个人都在等待着 所以实在是说不住口 明天再重新比赛这句话 只好答应了制作组的要求 当天直接重新开始了比赛 而重新比赛的时候 绳子都跟一开始一样绑着的 虽然有时候为了公平 会给我剪断 我领先的那部分绳子 但是我不知道 有没有真的帮我剪 然后不知道 是不是设备问题 还是我真的没力气了 我怎么拉都拉不动绳子 就这样输了比赛 之后我有对制作组说 请把我为什么输了 为什么没力气了 这些突发情况 都能全部播放出去 而在重新比赛前 明明说过 我愿意的都会帮我做的制作组 突然改变了态度后说 参赛者不可以干涉剪辑 这时候我才后悔了 重新比赛的决定 我不是想要那个冠军 也不是想要奖金 更不是要攻击 吴金庸选手 只是希望能播放 我是怎么输的就可以了 这样我就可以当成 是美好的回忆 身为体育人 这样略过前后所有过程 只播放我无力的败北 实在是无法接受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我当时也觉得奇怪 一开始真的是压倒性的拉绳子 但是到后来根本就拉不动 疲累程度的话 对方应该也是差不多 什么精神武装 根本就是诈骗不是吗 要求的什么都没有给反应 制作人还在采访中说 没有剪辑 只是进行了一次比赛 哇太冤枉了 我都快要流泪了 是这个制作人碰了导火线 看到这样的受访内容 想要忍耐的人也会爆发的 制作组亲手将一年的努力 扔在地上了 真的以为第二名的选手 一句话都不敢说吗 就像制作人说的一样 用谎言可以变得很有名 但是绝对不能成为事实 所以对于PGC的冠军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